Hello 大家好 我是又欣老师 很高兴又跟镜头前面的你见面了 那么首先要非常恭喜镜头前面的你 欢迎你加入这个101日日万元系统 这个伟大而令人感动的平台 那么到底为什么这个平台呢 伟大而令人感动呢 因为我们101日日万元系统的目标呢 是要帮助一亿个人健康年轻 多活二十年 帮助一百万个人日日万元 那么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呢 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人改变他的人生 而我们的平台呢 是要创造一个健康心灵财富全方位的人生 所以你能想象吗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的系统呢 已经遍及三十几个国家 那么更重要的是 透过我们的分享呢 已经帮助了大学生 帮助了宝妈 帮助过去很成功的人 帮助过去失败的人 都能够达到日日万元的结果 所以在这个平台当中呢 不管你过去的人生是怎么样 不管你过去多成功或多失败 只要你愿意在这个平台开始学习 你的人生呢 都能够像魔术一般的翻转 那么在这个平台当中呢 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在人生当中 其实没有所谓的不劳而获 但是呢 却有什么 跟着成功的人的脚步 有没有可能让我们 更短的时间之内 达到成功的结果呢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成功的捷径是什么 成功的捷径就是关于学习 所以呢 在我们101日万元系统 有一整套透过学习 你就能够一步一步的去达成 日日万元的结果 这是你想要的吗 如果是你想要的 那么等会我要开始分享之前呢 请你准备好指跟笔 接下来的每一个步骤 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将会帮你成为你未来成功的垫脚石 所以准备好了吗 首先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新人起步七步曲 那么在这个新人起步七步曲当中呢 只要你按照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走 那么将会成为你成功开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门 那么在这新人起步七步曲当中的第一步曲是什么呢 第一步曲呢 就是定位 那么定位 为什么我们要定位呢 因为呢 我们要知道 为何 就会知道要如何 我们要知道为什么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当我们决定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有足够的理由 能够支持我们为何要去做 那么呢 我们就会出现白白种的方法 所以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定位 那么定位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首先定位的部分呢 我们要先写下 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你要做美极客的五十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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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这个 为什么你要做美极客的五十个理由当中呢 你可以从公司 产品 制度 以及系统方面 去思考 为什么你一定要做美极客的五十个理由 包含产品的部分呢 你可以去想 到底我们的产品能够为别人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透过我们的产品能够帮助别人 达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 那么呢 公司的部分呢 为什么这家公司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公司 那么到底它是如何被验证过的 那么在制度方面呢 它又有什么样子的亮点呢 而在系统当中呢 透过系统 我们要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的伙伴 或者是帮助我们身边的人 达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那在系统当中呢 甚至你可以提到有一万风的教练 甚至呢 我们有一套已经被验证成功的系统 以及简单快速容易复制的方式 这些呢 全部都可以是你为什么要经营这个事业的五十个理由 所以第一个部分呢 你要写下 为什么你要经营美极客的五十个理由 那第二个部分呢 你要写下 为什么别人非跟你干不可的五十个理由 为什么要写下 为什么别人非跟你干不可的五十个理由呢 因为今天这个事业是谁的 没错就是自己的 那么透过你自己呢 为什么别人呢 要跟你来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别人要跟你合作这件事情 当你自己有足够的理由的时候 你觉得你身边的人 他会怎么样看待你 你觉得你在沟通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在写下 为什么别人非要跟你干不可的五十个理由 你可以写下 你有什么样的特质 你有什么样的状态 你有什么样的目标 以及呢 你呢 过去的经验 这些都是可以写的 例如说 如果你很年轻 那么你可以写下 因为我的学习能力很棒 所以呢 我会持续不断的学习 来帮助我身边的人 让他可以快速达成这样的结果 那么如果你的年纪很长呢 你可以写下 因为过去呢 我有足够的经验 可以透过我的经验呢 去帮助更多的人 让他们值得信赖我 所以呢 不管呢 你在什么样子的位置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过去有什么样的经验 甚至你过去有失败的经验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这个平台 对我们来讲如此的重要 那么呢 如何呢 在这个部分呢 为什么别人非跟你干不可的 50个理由 当你写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你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定位 那么透过明确的定位 将会出现无比的状态跟力量 当我们第一步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完成的是第二步 第二步是什么呢 第二步就是梦想 各位 你有梦想吗 你今天你想要创造的一个人生 是什么样的人生 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想要创造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你想要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你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梦想呢 有可能是 你想要买车 买房 也或者是你想要做公益 甚至呢 也有可能是因为 你想要持续不断的学习 那么当我们呢 拥有财富呢 只是第一步 而我们拥有财富 到底我们想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 过什么样的生活 跟什么样子的人在一起 财富呢 是用来让我们变得更幸福的 所以呢 到底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写下你的梦想 写下你想要创造的人生结果是什么 如果呢 这一切呢 都可以发生 如果呢 这一切呢 都可能实现 那么到底你想要的梦想 你想完成的事情 你想完成的生命 是什么样子的人生呢 所以写下你的梦想 当你写下梦想之后呢 你要做一件事情 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写下梦想 去找到一百个人 请他读完你的梦想 并且在你的梦想下面 签名写下一句祝福的话 签名写下一句祝福的话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呢 各位 当我们写下我们自己的梦想的时候 我们内在会不会有蓝图 当我们有蓝图的时候 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去达成 想象一下那些画面 已经在发生的时候 把这个画面放在你的心中 你会不会有无限的动力呢 那么当有这样的动力的时候 你去跟别人分享你的梦想 你觉得你身边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当你身边的朋友看到你的梦想 觉得哇 你要达成这样的梦想 那么你到底要如何做才能达成你的梦想呢 你身边的人会不会好奇 当他们好奇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拿出我的书 拿出女神的书来 跟他讲 你知道吗 我的老师九个月赚一亿 我现在在跟我们老师学 如何一天赚一万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 你会不会想了解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对方有没有可能就想了解了 所以呢 透过梦想的部分呢 当你找到一百个人去请他签名 写下一句祝福的话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这个部分呢 去引发更多人的好奇 跟引发更多人的动机 而呢 当你不断地在分享你的梦想的时候呢 你的蓝图会不会更明确更清楚呢 所以呢 当你在分享梦想的时候 你也在启动别人的梦想哦 所以第二步呢 就是写下你的梦想 并且去找到一百个人 请他签名写下一句祝福的话 第三步的部分呢 就是列名单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列名单呢 各位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呢 我们在做这个事业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 如果今天你能够帮助你身边的人 年轻五到十岁 帮助你身边的人日日万元 你觉得你把这样的一个机会给到别人 别人会爱你还是恨你呢 所以列名单是什么呢 列名单就好像今天你想一下 如果你下面未来会有一万人 甚至一百万人 那么你希望你身边的人 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呢 你希望先让谁知道呢 你希望先让谁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所以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你挖到了金矿 那么你只能跟一百个人 分享这个机会 让他一起来跟你挖金矿 那么你会想要让谁 来跟你一起拥有这个金矿呢 所以呢 写下这些名单 写下这些你想要带他挖金矿的名单 那么呢 当你写下这些名单之后呢 它就会是你的资产 你的资源 因为呢 这些人呢 将会是你第一批帮助他们改变命运的人 好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完成的是第四步 那么第四步非常的重要呢 就是关于设定明确的目标 设定明确的目标 设定明确的目标 那么为什么设定明确的目标如此的重要呢 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 我们才能够去制定属于我们的行动 有些人呢 觉得日日万元太简单了 那我第一个月就要达到日日万元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那么有人觉得 哇 日日万元对我来讲好像很遥远 我可不可以设定月入十万 那么也当然可以啊 那有些人他说 哇 我觉得日日万元月入三十太少了 我想要月入一百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所以目标是属于谁的目标 没错 就是属于你自己的目标 所以设定属于你自己的目标 以及把它细分成周计划 以及日计划 当你呢 设定了周计划跟日计划的时候呢 你就会知道我设定了这个目标 那么我每周要达成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 以及呢 每天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当你明确这些结果 以及你的目标的时候 接下来就是去行动 所以透过行动的过程当中 那么日日万元月入三十万呢 你要做哪些事情呢 很简单 你就是每天呢 约三个月 成交一单 那么呢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达到日入万元的结果 所以呢 每天谈三个月 成交一单 你就可以达到日入万元的结果 所以呢 每天呢 台约的过程当中呢 你可以邀人来了解 那么了解的方式呢 有分为线上或线下 那我们在行动的过程当中呢 有可能你一周行动完毕之后 你会发现 你离你的目标的距离之间 是超越了目标呢 还是离目标有距离 那么你就可以再重新的修正你的目标 修正属于适合你的目标 然后让它在下一次的部分 去达成这个目标 所以持续的达成目标 达成了以后呢 接下来再去什么 提高目标 持续的达成目标 透过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再去提高达成目标 提高目标 透过这样的循环呢 你就可以创造你想要的结果 这样我们明白吗 接下来呢 第五步呢 就是名单成交法 当我们在行动的过程当中呢 过去呢 我们是不是有列了很多的名单 而这些名单呢 是因为我们想要带它去挖金矿的名单 想象一下 未来呢 你的团队 你的系统当中呢 可能呢会创造一万人 甚至两万人 甚至一百万人 那么在这一百万人 甚至几万人当中呢 你希望你的名单里面的这些人 你所认识的人 他们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呢 肯定是在上面的对吗 所以呢 当先被你讲的 先被你分享的这个人呢 对他来讲 是不是他赚到呢 所以当呢 你就越早告诉他的这个人 就是代表什么 他一定是在你的团队当中的越上面 所以呢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因为你真的想要帮助他 你真的希望让他能够更快速的完成他的梦想 你才会想要告诉他这样子的一个事业 这样的一个机会 甚至可以让他年轻五到十岁 甚至可以让他日入万有的机会 对吗 所以呢 当我们在谈约的过程当中 那么有分为几种 一种方式呢 是关于比如说你邀人进群了解 一种方式呢 是你请你的领导呢 跟他分享 甚至呢 你可以邀到什么 邀到我们的招商会 还有通过影片的方式呢 让你的朋友了解 那么当他了解呢 谈完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你列出来的这个名单呢 就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 因为呢 想象一下未来呢 你有什么 一万人 两万人 甚至一百万人 而这些名单 这一百个人呢 就在这一万人之上 所以被你讲到的人呢 是不是他赚到了呢 那么是他赚到的话呢 这个时候 当你谈完了以后 当他了解完了以后 那么你就可以告诉他 问他 你觉得今天呢 这些名单呢 都是什么 接下来我要谈的对象 来亮给他看 当他看到这些名单的时候 他就说 哇 有那么多人 接下来要了解 那么呢 今天呢 你是第几个告诉他的 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五个 还是第三十个 那么当你告诉他 来 你今天你是第三十个 那么接下来 这三十个名单 后面的这些人呢 接下来进来 都会在你的下面 如果这是一个机会 你要不要把握这样的机会 那么他会说什么 要 那么如果今天 他说要把握这个机会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问他 你觉得今天为什么呢 我会先把这样的机会告诉你 那么他是不是就会开始去回答 他会开始去想 为什么你要把这个事业告诉他 那么当你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告诉你说 因为你想要帮我啊 因为你想要让我可以改变我的人生啊 因为呢 你想要我呢 可以创造不同的结果啊 他就会 自己就会开始去找到很多很多的答案 去找到为什么你要告诉他 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所以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呢 他自己就会开始说服他自己 为什么呢 你要告诉他这个事业 他自己就会开始说服他自己 这是一个机会 所以当他讲完了以后呢 那么你就可以问他 如果呢 这些名单的人呢 接下来呢 他们呢都要加入 那么你希望这些人是在你的上面 还是在你的下面呢 他会回答什么 肯定是什么 下面 所以如果这是一个机会 你是不是一定要把握呢 他会说什么 是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问他 所以你也想要加入 三个MB 七个MB 还是五个MB呢 这个时候呢 他就可以回答 所以透过这个名单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用名单来做成交 所以这个叫做名单成交法 这样明白吗 接下来第六部呢 就是火烧连环船 一单变十单 那么要如何一单变十单呢 在过去呢 我们的行动的过程当中呢 已经有人呢 决定 而且呢 他已经呢 打款过来 确定要加入了 那么这个时候 在过去 有没有有一些人 你有跟他谈过的 过去有一些人呢 他还在游移 还在什么 还没有确定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什么 收割的时候 怎么做呢 这时候你就可以打电话给这些人 跟他说 我告诉你哦 今天呢 已经有一个人 确定要加入了 那么过去呢 因为我先跟你讲的 因为呢 你不要怪我 到时候我没有告诉你 如果这是一个机会 你要不要把握这个机会 如果他说要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问他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呢 已经要加入了 你信不希望这个人呢 他是跟你有关的 如果今天呢 他发展到全世界的市场呢 都跟你有关 这是你想要的吗 那么如果这是你想要的 那么我现在先告诉你 不要到时候你 觉得怪我 说我没有跟你说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跟他说 如果今天呢 他已经确定要加入了 那么如果你想要把握 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么呢 你明天在12点以前呢 打款过来 那么这个人呢 他发展到全世界的市场 都会跟你有关 就会在你的下面 你立刻下面就会有人了 所以呢 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嘛 那么透过他 如果确定想要的话 那么你就会告诉他 那么你今天 你想要加入 三个MB 五个MB 还是七个MB呢 那当他确定呢 他要多少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金额发给他 然后跟他说 明天12点以前呢 你把钱打过来 那么这个人呢 就会跟你有关 接下来你立刻下面 就会出现一个人 这样子呢 OK吗 那么他OK了以后呢 确定把钱打过来了以后呢 接下来呢 这个时候你跟他沟通完 他也确定要了以后 你就可以再打电话给 之前你有沟通过的人 你可以打给他 你跟他讲说 你知道吗 那之前呢 我有跟你谈过 那么呢 当时呢 你还没有确定 那我现在要告诉你 现在呢 已经有两个人要加入了 如果今天呢 你立刻可以决定的话呢 这两个人呢 就会在你下面 你立刻这两个人 发展到全世界的市场 都会跟你有关 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如果他的回答是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告诉他 那如果今天呢 你想要把握这样的机会 那在明天12点以前 把款打过来 你想要三个MB 五个MB 还是七个MB呢 当他确定呢 他要的东西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告诉他 我等一下把金额发给你 明天12点以前 把钱打过来的话 那么呢 这两个人呢 就会跟你有关 你接下来 他们发展到 全世界的市场 都跟你有关 那么他确定OK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你可不可以再打电话 给下一个人 你过去谈过的人 那他说 我跟你讲 现在已经有三个人要加入了 以此类推 四个人 五个人 六个人 十个人 那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沟通的过程当中呢 你就可以把你过去 曾经沟通过的人 他们呢 还没有决定 可是你已经先告诉他 肯定他们是你什么 非常重视的朋友 对吧 所以呢 当今天呢 你已经有人要加入了 那么你可以再一次 给他们最后一次的机会 那么当他们呢 确定明确要的时候 这样他们才不会怪你 以后没有告诉他们 而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呢 你就可以火烧连换穿 一单变十单 第七步的部分呢 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持续学习 持续分享 持续学习 持续分享 那么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呢 最厉害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 非常棒的工具 在这些工具当中呢 都有非常多很棒的资料 能够让你的脑袋呢 成为一个亿万富翁的脑袋 因为这个世界上面 没有穷口袋 只有穷脑袋 那么当我们呢 想要改变口袋 必须先改变我们的脑袋 而这些呢 持续学习的工具呢 包含女神的书 包含CD 以及包含呢 每天呢 分享三件自己很棒的事情 这三件呢 学习关键的事物呢 你一定要每天持续的不断的做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一想外面的生活呢 外面的世界呢 是帮助一个人更成功 还是帮助一个人呢 没有创造成功的结果呢 其实我们可以去想一下 在外面的世界当中呢 周遭的生活当中呢 往往都是什么 很多的一些资讯呢 都不是帮助我们成功的资讯 对吗 那么我们要如何呢 让自己呢 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在一个成功的道路上呢 就是每天要持续不断的吸收 成功的资讯 以及成功的资料 所以呢 透过呢 女神的书里面呢 当你读完一篇 背后有很多的问题 你把那些问题每天写下来 可以检视自己的状态 而且你会发现自己呢 有哪些地方呢 可以更好的 持续不断的让自己提升 每天进步一点点 一年当中 你就会有无限的改变 那么呢 还有透过听CD CD的部分呢 有早上呢 你可以听到的部分呢 是关于你每一天 你要去行动的过程当中 你所设定的念力设定 你要创造出来的结果 以及你未来要设定 创造出来的结果 以及还有呢 每天晚上呢 听到的一个金钱信念 金钱的念力设定 当你的脑中呢 全部装进来的 都是不仁的金钱设定的时候 你的人生呢 将会越来越有钱 同意吗 所以透过呢 每天持续不断的听CD 以及呢 每天不断的看书 透过呢 看完以后呢 还要持续不断的分享 因为分享呢 是成功 非常重要的关键 我们做这个试验呢 就是不断的分享 分享更多的 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 分享更多的一个 改变生命的机会 所以透过持续的分享 你每天写下自己三件 很棒的事情 你会看到你自己 每天不断的在进步 而且当你在分享的时候呢 因为行动会引发更多的行动 所以当我们呢 持续不断的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引发你的伙伴 持续不断的行动 而透过呢 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引发行动 学习分享 将会让你的人生 持续不断的改变 所以呢 接下来呢 重复以上 第一步到第七步 每天不断的持续 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呢 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 就像魔术一般的改变 所以各位 当你呢 透过这一成功七步曲呢 将会帮助你 快速的创造你想要的结果 那么很多的人呢 常常问我们说 又欣老师 为什么你跟我们总统 已经那么成功了 可是你还是持续不断的分享呢 那么其实呢 当我呢 每一次看到身边的人 因为我们的分享 而变得越来越健康 看到更多的人 因为做了这个事业 而变得越来越年轻 脸上散发出自信的笑容 甚至看到很多 找不到机会的人 他们因为有了这个机会 他们可以让他的家 变得更富裕 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好 甚至还可以孝顺他的父母 让他的家庭 有更好的生活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 看到他们自信的状态 就让我觉得 我再也停不下来了 所以各位你知道吗 我们做这个事业呢 是一个使命的事业 因为我们在分享的是一个 改变命运的机会 所以当我们拥有财富 是因为我们持续 不断的为身边的人创造价值 当我们持续不断的 为身边的人创造价值的同时 我们的财富也会源源不绝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持续不断帮助身边的人的 一个事业跟平台 让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前进世界创造奇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